這名為新奇的韓國泡菜 絕對是具有代表性的韓國美味 更隨著韓流衝上全世界 根據統計 過去五年韓國泡菜的出口額 就增加了82% 也讓五星級飯店主廚孫榮看到商機 他辭去工作專心經營自媒體 選擇用募資方式推出了自由品牌 正韓泡菜 從白菜到調味料 通通堅持從韓國原裝輸入 進一步更結合了自身專業 教導粉絲們如何用泡菜煮出美味料理 這種為消費者著想的行銷策略 讓這一罐泡菜高募資 就賣出單一商品600萬的好成績 大白菜要好吃的泡菜 一定會想知道好的大白菜才有機會得難 很多公司不想要做我的泡菜 看起來很好吃 戴上髮帽與口罩 來自韓國的孫榮穿上主廚服 緊盯每一罐自家產品 韓國泡菜正名為新奇的2021年 也是它推出獨創新奇的時刻 一開始為什麼我要做大白菜給台灣人看看的話呢 我覺得韓國我吃的泡菜 跟台灣通常做出來味道不一樣 所以我開始想要做台灣人看看 每瓶都得称重確認貨真價實 從透明瓶裡往裡望 看的是新奇發酵空間夠不夠 因為水分沒有蓋出來的話呢 裡面的空氣太多 所以發酵有不好的菁 會長大的比例比較高 每瓶新奇它都親自試吃 到底韓式風味從第一步就不同 堆成小山的白菜一顆顆一刀刀 切開確認品質 這上面就多一瓶切嗎 對 對 對 但是就沒辦法 因為不好的一瓶一百瓶裡面 不好的一瓶金吃的時候 哪一瓶的大白菜多不好吃 也把三個月 三個月一直做一個星期兩次 這樣子一直做一直做 因為我已經自己做過的 所以這個項目是對的 但是工廠吃的時候 一百公斤兩百公斤就味道有變化 所以我們第一次大量生產之前 大概一百公斤做了 還有呢味道不一樣 苦味出來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用啊 一般民眾不知道的是 手工分量好調整 但轉為機器製作 還要有一樣的好味道 靠的就是多年來 對食材的了解 這個鹽巴非常重要 你看 這個是韓國過來的海源 速度不一樣 還有韓國的話 這個今年做到 大概兩三年放在工廠 在那邊之後呢 它的苦味跟有一些的 剛我覺得漢漢要丟下來 這代表它才沒有苦味 這個是鹽巴的全都要洗掉了 還有呢 你可以聽到嗎 這個聲音 叉咖咖咖咖咖聲音 就這樣黏黏的海在的時候呢 它的苦味出來的比例比較高 營養的呀 還有味道的變化呀 還有炸熱的沙菌之後的 裡面的澱粉的變化呀 蛋白質的變化呀 所以我現在這個看得出 這個變化在哪裡 對食材運用自如 讓它的震寒新奇 有韓味也有台味 譬如說青蔥的話 台灣很厲害 青蔥 但是蘿蔔的話 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我盡量青蔥這些 台灣本地的用 森榮耗十三年研發 要讓機器醃的泡菜 也跟手作一樣好吃 不像一般市售泡菜 剪成小方塊 它選擇保留長條的白菜形狀 鎖住發酵後的天然甜味 但這也讓帶雲醬料不容易 成本也跟著拉高 因為我的泡菜有長度 所以機器就搬的話 不會均勻搬的 所以我們用手搬就摸摸一下 才有這樣均勻的人 是會出來 很多公司不想要做我的泡菜 但他們說 譬如說別的泡菜一頓做的時候 我都要大概0.8頓 或者0.5的一半做而已 他們的人力來說 對食物的堅持來自於家學淨源 邁入不惑的孫榮 從小就在爸媽經營的餐廳幫忙 但家到中落 為了養活自己還得上學 他從十多歲就開始半工半讀 專注廚藝讓他有了到日本 澳洲學習料理的機會 儘管生活艱難 甚至一度得睡在陽台 他仍舊憑著好廚藝到杜拜帆船飯店 与澳洲五星結飯店擔任行政主廚 為了老婆他定居台灣 初來乍到一身好本領 卻差點被埋沒 我一開始來說的話 其實不會學中文 所以沒辦法找到工作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朝餐廳要洗盤子這樣子 哪個時候洗盤子 洗盤子大概三萬多 所以在外國四幾萬的時間 一天就來台灣 就換成三萬塊的 一個月的人 換成做洗盤子這樣子 真的哪個時候養三個月 非常難非常難 索性遇到貴人 他重回主廚鋼位 更接連上節目 打開在台知名度 人生翻轉 他卻毅然決然 放下行政主廚的位置 專心經營自媒體 教粉絲怎麼簡單做韓國料理 你好 歡迎來收看我的Youtube頻道 Songong Kaisan 今天的話呢 我想要找你們一個 泡菜燉豬的牌 Ready GO 要用老泡菜 老泡菜要用的原因的話呢 發酵之後才有老泡菜的味道要出來 泡菜基本來說呢 我的主要目的是 不是我的賣我的新酒 沒有這個的 所以我現在不是一年多買 一年四次賣而已 所以我希望你們都喜歡 新奇或者泡菜 你們可以多用到這樣子 把粉絲當自家人 希望大家也一樣愛上做菜 孫榮的品牌夢 也有粉絲熱情應援 不像一般企業資金雄厚 為了這一貫心中的新奇 他上網募資 第一次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目的 你要放多小時 我就說我二十萬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 所以二十萬放著 但是祝蘭一個月半的時間 大概六百萬 對 六百萬就賣掉了 所以我就懂 哇 這個真的會耶 這樣子 初次募資就有好成績 還有整體韓風推波助蘭 根據韓國調查顯示 過去五年韓國泡菜出口額 增長82% 從二零一六年的七千九百萬美元 一路攀升到 二零二一年的一億五千九百九十萬美元 是歷年之罪 就連台灣餐飲龍頭 都找孫榮來監製 跨足韓國餐飲 所以我現在來這裡 現在第八年 一開始來的時候呢 我也想要吃韓國菜 所以我差數去看看 然後說一開始來之後 譬如說我需要拿著 韓國的拿著糞粉 或者拿著醬 非常難找 不是每個差數都有 特別地方才有這些的 韓國的東西 但是大概五年之前吧 我看過突然泡菜種類 之前都要三種 現在換成八種 十種 韓流捲出商機 孫榮還將賺來的資金 再度投入研發新產品 有熱有蔬菜 原汁原味的炸醬麵 對品質的堅持是價錢不便宜 但消費者也願意買單的關鍵 我覺得這個市場會不會 台灣的會接受 我真的不清楚 所以這個研發 大概六個月的時候 現在做出來的 這個大概現在 一開始大概破萬包 已經賣掉了 所以應該有機會吧 而台灣讓他感動的 還不只是對新事物的 接受度高 台灣真的來的時候 真的一個 別的國家跟不一樣的地方 都安安 真的很溫暖 然後我覺得 真的台灣國家 還滿溫暖的感覺 所以這邊做也還不錯 這樣子 所以我留下來 現在到這裡 以孝榮為台灣生活做註解 孫榮從韓國 日本 杜拜 澳洲 最後在台灣安家 也實踐自己的創業夢 在台灣可以吃存安食 吃得很快 剛剛回來要來看看 他們是全台灣第一家 數位手工劇場 讓傳統手工劇變聰明了